我们再跟老师分享一个更快的方式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不能在有这个侦探的这个地方 你了解这叫无痕模式 扩动工具不能在这种状态下使用 所以你必须要是一般的 一般的账号这样 这样可以吗 就是你看到右上角这里 是一个人的有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OneNote有这个工具在哪里 你只要把网页卷到这下面 有没有看到有三种 因为一般大家常用就这种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叫你不要用I的吗 没有人想要理他吗 没有这微软真的比较逊一点 所以在这一块 他现在真的比较逊 所以你可以选择用Google的 或者有些老师你可能是吃苹果的 有没有 咬一半的那一种 对啊 苹果咬一口不是变那个吗 这样啊 然后这里浩一个洞的那一个 会散发苹果光芒 那个你就找Suppery 使用方式都一样 好 那我们用Google Code你就按一下 OK 把它加到Chrome里面去 新增 我们这边应该蛮快的 增加完了之后你可以发现 我们右上角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多一个跑出来了 这样就完成了 各位大功告成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来看一下吧 开玩笑 要加这个怎么会那么难 但是你要加之前 要先有课程 什么叫先有课程 我们刚刚是怎么加的 是不是都是在任务里面这样用 这种方式其实有个小缺点 有什么小缺点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其他班级 我刚刚是讲过可以复制 对不对 可是 这样的问题在于说 万里你教材更新的时候 什么叫教材更新 如果你是云端一点 当然云端也更新 大家都一起更新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里是 比如说我这个网 这是一个网页有没有 可是后来这个网站的网址变了 那你复制了好几个班 那你应该就知道 个人造业个人班 你复制了几个 你就要改几个嘛 对不对 这是正常的 可是呢 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方法是 用课程的 什么叫用课程的 看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见那么多课程吗 你有发现我自己见的有45个人 比如说软体的 设计资源的 有没有 像最近这两年有上那个YouTube频道经营 我是有在经营YouTube频道的 也感谢各位 如果你愿意的话 多看一下我会赚到钱 谢谢 真的 真的会赚到钱 只要是我的影片你点的都有 部落格你有看 不一定你要点广告才会赚到钱 知道吗 有流量也会赚到钱 所以网路上现在有这种职业 有 对啊 真的真的真的 赞的也有 赞的当然也有 但是我们以Google的来讲就是 你有流量 有按广告 都算是就是收入的一种 所以有些 像这样有个职业叫做游戏主播 他就是 就是帮你报道以外 有时候他要自己玩嘛 但是因为看的很多 所以他可能一个月就会有一些收入 原则上是一百块美金啦 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设定的话 是一百块美金 才能够才会汇到你的那个 就是寄支票给你 或者是转到你指定的户通 我第一次是用支票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 支票比较慢 因为你要到去银行去嘎嘛 然后再去开一个那个 那如果你是有开一个外币账户的话 他就可以指定 进入到你的外币账户 比较快一点 第一个一百块比较久 因为那时候没有认真经营 就是弄了好几年才有 对 但是第二个一百块 半年就有了 我预计啦 应该第三个一百块 可能三个月应该就会有 凡事起头难 因为第一个 以前我是没有认真经营的 第二个 我现在比较认真经营 然后又把一些连结都做得比较完整 那这样人家看到你的资讯 就会相对比较多 好 好 反正赚钱的以后再做 哈哈哈哈 我们认真交通就好 OK 好 那你看一下课程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很多课程 对不对 那您像刚刚有看到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的输入法 我在这边有 输入法 好 你看这里有好几个输入法 有没有 那假设我刚刚那一段 这里 我是有把它加到我的课程里面 以后我的万一这一篇的文章 它的网址变了 我来课程这边一改 所有有用到 我里面的这个文章的连结 通通都会一起改 这样你了解那个概念了吗 所以其实平常我是比较喜欢用课程的方式 就是我整理之后 我放在课程 可是我班级精明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因为我这里面有那么多内容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的 可是我的教材是不是有很多 我不是只有说我们班级我设一个 你看我在这边 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看我把它打开 我按编辑的时候 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教材 来自很多 课程里面 所以平常老师就要做功课 所有的做功课就是说 教材是随时在收集 还是老师你平常比较习惯说 我现在有一个备课时间 早上8点到9点是我备课时间 可能禁止打扰 上面像那个录音室一样亮一个红灯 不可能对不对 现在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是平常老师都有在看资料 有吧 看资料的时候可不可以顺便收集 可以 所以有这个扩充工具就是有这个好处 看资料边看边收集 所以会省一些时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你必须 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课程 对不对 所以你先来建立一个 有没有我现在进到课程里面 有看到的 好 你按一个建立 好 那这个是 一样你可以 你可以设很多 至少也要有一个 好建立 那么课程建立完之后 先不要走 先来这边 有没有一个叫主题 主题有点类似我们目录一样 我给你看我的你就会比较清楚 来 像这种课有时候很讨厌就是 要把自己解析的很清楚 来我把这个弄开 你看一下 你看我有分不同的类别 属于荧幕录制的 有没有 其实我荧幕录制事实上我也有试过很多 但是我只是 刚刚有跟老师介绍两个我最常用的 对不对 事实上有很多可以选择 这个就类似目录 这样了解吗 这个叫主题 影像处理类的 你看我是不是有分门别类整理好 所以 你要从浏览器增加有一个前提 除了有一个课程 至少要有一个主题 就是至少要有一个目录就对了 你说这是第一周上课的 好 那下面有那个排序 好再增加一个 第二周上课 好把它存起来 OK的 这样就好了 现在呢 修看 来这边 假设 刚刚这个教材 有没有 我们刚刚有没有很辛苦 从这边 复制 再贴过去 那你这样麻烦 看一下右手边 是不是有这个 按一下 你可以选择 如果你全部的这些分页 就是 全部的分页都要 你就选下面的 就一次全部加进去 如果你只要 现在选到的这一个 就用第一个 这样清楚 好 来我们试试看看 看这样就快 好 有没有找到你的课程的主题 然后一样 预览嘛 是不是够起来 也要发布 有没有自动抓到 好 好 就把它储存起来 这样 有没有很快 真的有吗 我们回到这边来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课程 有没有看到进来了 连缩土有没有 把你准备好了 那你说没关系 看网页呢 我们来找看看 这里我要 对不对 按这里 这里 增加到第二周 一样预览一下 有没有自动抓到 也有 好 储存 有没有发现 老师在看网页的时候 就顺便再收集资料了 那有些人还会跟我讲一件事情 老师 我记得我们这种影片 有没有 你看我们到这里 好 你看 哇 生活智慧养200集 请问你要增加几次 200次就好 这样有点辛苦 点下去 不用看 从这边来 一样 增加 但是我真的找太多了 我应该找少一点 他这里会跑比较快 有没有200集一起进来 还是你觉得一次一次来 比较对得起自己 有没有发现 所以如果你万一是播放清单的 你就把它全部预览 全部勾起来 有没有 这样就一次进到你的教材里面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one note上面 或者一般大家只用 影音教材特别多了吧 因为这样很快 有些人家已经整理好了 对不对 YouTube影片 诶 请问 老师会不会自己建立YouTube影片的播放清单 因为这个是别人整理好的 可是也许你的 我只要其中解决啊 你可以自己建立啊 你建立好自己的 那你就收集自己的就好了 就是在这边 这里有 有没有一个叫做我的频道 点进来 你来这边 因为我这个账号没有建立频道 我看一下 好 你看 有没有一个叫做 我用这一个的话 因为这不是我平常用的 所以 在哪里 应该是在这边 影片管理 有没有播放清单 有 那你可以从这边新增播放清单 新增之后你就看哪一个 比如说我这是Test 好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公开 或者是所谓的不公开 不公开 请问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 上面这个是 搜讯已经找得到 下面这个虽然是不公开 但是知道网址的人可以看 就是知道这个播放清单网址的人可以看 可是平常搜寻是看不到 下面这个就纯粹私人 你了解 所以有一些不一样 云暖一点那个也是一样 假设我现在建立好 那你建立好了 你就可以来这边新增影片 有没有 把YouTube放进去 或者是 假设我今天就到这边 YouTube上去看的时候 这个不错 点进来 直接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新增至哪里 告款 这样就可以整理你自己的 我边看的时候是不是要边整理的 所以平常我自己在用的 是用很多 那这边 这边比较没有 这样 有了解 OK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所以你看我们用这个方式 有没有一次就可以加很多进来了 就很快啊 但是我把它存起来 那我们到那边就变成200个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的第二个 还在旁边 重新整理一下 200个有没有 全部进来了 当然万一如果你有需要做调整的 你可以去这边做编辑 就点进来之后 你万一不需要的可不可以删除 可以的 你可以把它删掉 如果整个分类 整个主题不要呢 怎么办 来这边 有没有一个编辑 删除是单元 但是编辑这边 有没有一个整个分类把它拿掉 这样清楚了 这个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比较 里面一点 他怕你误删 他怕你误删 所以设的比较里面一点 这样好了之后 请问可以怎么用 拿来这边用 群组里面用 你看我们刚刚设的 刚刚这边任务 这里 你要编辑可以按这支笔 这样了解你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支笔可以用 我都很勤劳 走到这边来用 好 点一下 你看 跟你刚刚一个一个建立 有没有发现差很多 至少你的手工就多很多 虽然说现在是手工比较天的 但是手工成本也比较高 所以那个价格都比较贵一点 这样了解了 那你看 我一样来新增单元的时候 这时候就不用建立了 直接来选就好了 有没有选到你自己的课程 你可以选择自己建立的 也可以什么 订阅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找不到 知道为什么吗 找不到通常都只有草木店才有的 好冷 来看一下 你不知道有一种叫找不到吗 除跳蚤用的 来看一下这里 点进来 预设各位的这个课程也是属于什么 就是非公开的 非公开 但是那个没有关系 重点是在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发布 等于说 如果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我还没有发布 就等于还在草稿状态就对了 我先把它发布一下 这样 你在那边才看得到 哇 不公开课程 这个因为现在是访课 这样了解了 所以 好吧 我把它设为公开吧 在这里 课程 课程 因为访课帐号不能直接设定 所以你待会就会发现 访课帐号有这样困扰 好没有关系 那我来订阅别人的可以 就是我们刚讲的 刚是自己新增 对不对 你也可以订阅别人的 好比如说你要订阅我的这个 点进来之后 有没有发现右上角遇到订阅 所以如果您觉得自己的课程 加的不够 我可以看到别人好的 我就把它订阅起来 好这样有了 ok 我再回到刚刚这边 这里 任务 编辑 选取 有没有订阅客人找到了 点到他 啊我要这一个 还是全部都要就全部勾起来 有没有 这样就一起加入 那你在用的时候呢 他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复制 一个是引用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要不要设定 所谓的完成目标 就那个过关的条件 我们目前都没有 我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新增网页的时候 可以设定 他要看完百分之多少 有没有 还有呢 或者你要看几分钟啊 像网页的 那如果你要跟原来他的教材 一模一样你就用引用 如果你要个别设定 你就是用复制的 你可以个别指定 因为有时候不同班级 进度度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 我通常都用引用 因为这个我比较 你看有没有一次就进来了 还是大家 还是觉得手工的比较好 哈哈哈 你可以自己参考看看 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用引用的 你会发现在这边 有没有他告诉你是来自哪一个课程 但是你要改他 就必须要回到这个课程去改 可是相对的 如果你是个别一个一个来的 就在这边一个一个改 这样清楚了 好 那我就把话题还给你咯 这样扩充工具会不会装的 来 还给你试试看看 给你说 كل东西 嗯 AF Cup 如果可以这样上班 好 这里 你